单纯的财物是真的单纯吗 到底是正常还是极不寻常 你看到韩半出来告诉你说 这个是单纯的财物 就是韩国瑜跟这个王小姐之间的借贷关系而已 但是你如果把这件事情扣上黄文才 韩国瑜的好朋友他的声明 他的声明讲说这件事情基本上理加分不知情 你如果把瞒着理加分五个字 当作是一个主轴去看的话 这整件事情就超级不正常 为什么超级不正常呢 首先我们先谈到时间序好了 这个时间序是讲说 一开始是怎么样呢 就是王小姐跟黄文才和韩国瑜三个人 会在一起打麻将 三个也是排咖好友 然后打麻将呢 各位要注意哦 这个是王小姐自己接受周刊专访的时候讲的 打麻将会打到三斤半夜 而且打到韩国瑜有时候会在那里过夜 在王小姐买的房子过夜 这一句话我们早在几个月前的时候呢 都还不敢乱讲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搞不清楚状况 但你没想到是这样的内容 是王小姐自己对媒体叙述出来的 然后呢时间序的第一个是 他们打麻将 当时黄文才跟韩国瑜 看上说在中国有LED的公司可以投资 可以发大财 好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他们的讲法是 因为黄文才跟韩国瑜手上都没有钱 所以呢是由王小姐这边呢 他去跟家人借了600万 让他们去做这投资 然后在这里面投资了之后呢 发现这家公司倒了 竟然失败了 失败了 这个地方就开始我所讲的第一个不正常 本来是投资关系 为什么会变成借贷关系 这很奇特吧 你要是借贷关系 你要有借据嘛 但是因为韩国瑜的一句话 叫做赚了大家分 然后赔了算我的 所以呢他们就从投资关系 变成借贷关系 所以韩国瑜还要为了这样的一句话呢 去卖掉手上的股票 拿了600万还给这个王小姐 然后下一个问题来了 他还给王小姐的方式呢 还跟大家不太一样 是先把钱会给了王小姐的二姐 再从王小姐的二姐 再转给王小姐 这边金流已经过两成了 然后接下去你又看到什么呢 韩国瑜真的是人非常的温暖 就不但这个讲话说到做到 钱也赔给王小姐之外呢 他还介绍了王小姐的二姐夫到北农去上班 他还介绍了王小姐的侄子 再到北农去上班 接下去呢 他又常常到王小姐买的这个新装的房子 去打麻将 然后偶尔还要在那边过夜 那一整大段事情看下来 我请问各位 他里面王小姐的访问的时候 讲到这个打到晚上 太太李嘉芬打给韩国瑜的时候 韩国瑜还要 叫大家现场四个都不要 老婆打来查清 不要有声音 王小姐连这个都讲出来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事情 如果都扣着 瞒着李嘉芬的话 你们都不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吗 就韩国瑜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去对一个女性的密友这么的好 女性的牌咖这么好 不但钱甘愿赔给他 而且还这么不断的去照顾他 他引起的想象空间其实更大 但是他们私人的事情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这个留待其他人去讨论 我们这边要讨论的是 第一个是在这个投资里面 今天谈到这个人是总统候选人 他如果连在投资LED的时候 各位要知道 2011年2012年LED的事况大烂 中国连续好几家LED厂倒闭 这个时间点 韩国瑜跟黄文才竟然可以想说 无视于这个状况 然后有个眼前有个赚钱的机会 然后这个上门来的LED的工程师跟你说 我有独家的技术可以保证让大家发大财 然后王小姐还想说 三个小白痴如果可以改变世界的话 那也很棒 就是被骗了 你有办法想象600万丢下去的投资 叫做因为三个小白痴可以改变世界的话 很棒 如果假设这样的心态 是总统候选人在判断投资标的标准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的标准来带领这个国家 还蛮可怕的 太危险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第一个疑点已经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王小姐自己也讲 后来他们查证之后发现 对方藏在哪里也不知道 然后发现人家宣称独家的技术 印度三年前就有了 结果后来才发现都被骗 骗完了之后 好 再来有趣的事情在这里 我们刚刚谈到金流对不对 这个金流你看按照王小姐的说法 是他的二姐借给韩国瑜的 可是后来金流怎么变 这个600万是从韩国瑜转给他的二姐再转给王小姐 那我请问一下 如果是欠他的二姐的话 还他就好了嘛 那就给王小姐再去买房子 这中间没有赠与税的问题吗 这一段600万的资金往来 不是600块的资金往来 而且他还有漏洞 一开始那明明韩国瑜是有钱 为什么他一开始是不出钱的 那再来就说 他说赔钱是韩皇两人负责 那我们也没有看到黄文才的角色 对不对 韩国瑜一四九五百万 这边我们给观众朋友看 就当时韩国瑜到底是有资产没资产 李嘉芬到底是知道不知道 因为当时韩国瑜的名下 有没有财产 有 是什么 是股票 当时我们看监察院公开的申报资料 他在2007年的时候 至少曾经持有过什么呢 中天生计合一生计 精产科技的股票 然后在那几年我们看到 他最有可能处分的是中天生计的股票 所以各位可以看 他手上是有的 在2013年的时候 中天生计的股票股价一张 一张一千股大概是三万多块钱 所以他要600万的话 他只要卖多少 他卖200张他就有600万了 他要自己投资他可以投资 但是他选择没有选择这一条路 他是选择什么呢 让王小姐先出钱 那后面这个投资失利了之后 他才卖股票 可是各位 这边就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黄文才说这件事情 韩国瑜不 李嘉芬不知道 但是你想想看 卖股票这么大的动作 韩国瑜当时名下挂的是 980张和中天生计的股票 你卖200张 卖了相当于五分之一的规模出去 这个股权这么大的变动 李嘉芬会不知道 李嘉芬看账看得这么紧 第二个 这一家公司是上市公司 董事长陆孔明 跟李嘉芬交情也好 也在维多利亚学校担任董事 然后他们一次卖掉五分之一的股票 你想想看 你是董事长 你看到李嘉芬的时候 不会问他一句 你们这一阵子卖掉200张的股票 卖这么多 然后这些事情 你想想在外界有这么多想象空间的时候 黄文财就告诉你说李嘉芬不知道 李嘉芬不知道的话 那就真的糟糕了 李嘉芬如果知道的话 顶多这件事情 大概就是一个财务操作 那李嘉芬如果不知道的话 这后面的问题 应该就是家庭风暴跟家庭危机了 所以我们才想说 这一件事情 你留下太多的疑点 但你会发现 韩国瑜昨天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 他的讲话态度是 发言人都讲过了 这件事情他没有再回答 中间的任何的疑点 他都没有再讲 但是对于一般的观众 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这里面的东西 已经不单单是你家理财的问题 这里面你有没有可能逃漏税 你有没有可能违法的问题 甚至假设你的资金 不是卖股票来的话 假设你的东西 可能像检掉现在查的方向 不知道有没有往背信去 不知道有没有往 北农的公款去的话 那些东西都是攸关 公共利益的事情 难道韩国瑜方面 没有需要出来回答一下吗